当播蓝球快讯 夏登申请交易多时 但76人要价很高 交易停滞 今日 明记在节目中 讲到了夏登交易的情况 他说 我认为76人 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他们将为夏登进行交易对话 因为他要求球队这样做 但76人都非常明确地表示 他们不会做 任何会降低他们奪冠 概率的交易 但是76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以你现在的阵容 你夺贯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 对76人来讲讲得通的交易 一是用夏登换回一个 帮他们继续增贯的球员 二是换回一系列筹码 然后用这些筹码 再去交易一个帮他们增贯的球员 如你所知 这样的交易方案很难 当快艇和其他几支球队对夏登感兴趣的时候 76人并不急于交易 想紧贴MBA 资讯吗? 快点追踪我们的Facebook 订阅我们的频道 真的吗? 除了 词 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